俄轰炸机一年后故地重游,美引伸战机紧急升空,司令部,没进领空。 据北美航天防务司令部表示,当地时间11日,俄罗斯的两架屠副95熊式轰炸机进入美防空识别区,该区域距离阿拉斯加西海岸约200英里。 美F-22引伸战机紧急升空,前往俄罗斯轰炸机所在空域进行拦截。 这是俄轰炸机一年后的故地重游,上一次俄罗斯的轰炸机靠近阿拉斯加还是去年的5月3日。 在昨天,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在莫斯科表示,俄轰炸机在中壁水域完成飞行计划时遭遇美F-22战机绊飞。 此次半飞长达40分钟,双方距离不超过百米。 并且科纳申科夫强调,俄罗斯空军在飞行过程中完全遵守国际法规,没有侵犯任何国家的领空。 这与此前北美防空司令部和美国北方司令部发言人的声明一致,美方也声称俄罗斯飞机并未进入美国领空。 显然,两国在军事接触上保持住应有的冷静,并没有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。 屠副95熊式轰炸机是上世纪50年代服役的战略轰炸机,如今已经走过60年的历史,可谓名副其实的长寿马车。 它是前苏联时期的代表作,有著浓郁的苏联风情。 无论是采用同轴反转螺旋桨驱动,还是后略35度的主意,无一不是前苏联设计中的典范。 优秀的气动外形,成熟可靠的技术科技,保守却能在性能上超越时代的整体设计,这便是前苏联武器装备的重要特征。 这次俄罗斯执行飞行计划的是屠副95MS战略轰炸机,它也是屠副95家族中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机型,能搭载10枚巡航导弹,是现在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俄军计划在2025-2030年服役新型轰炸机,由PEC,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全面替换现役的屠副95,屠副22M和屠副160战略轰炸机。 而我国也公布了类似的计划,尽管目前我们的轰炸机部队仍旧是以轰副6K和它的各种模感型号作为主力,但中航发布的宣传片中,疑似轰副20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出现,也让世界各方纷纷预测,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让这款战机正式服役。 虽然目前我们仍在战略轰炸机的领域,和美俄两国有助差距,落后了接近50年的进度,但我们也要相信中国速度,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弯道超车,后来居上。